把焦点转向美国 高调宣布将会出战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 因为涉嫌在7年前向成人骗女星 支付高达13万美元的封口费 成为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主要调查案件 尽管当事人否认曾和女星有过性接触 但这名前总统却自曝将在星期二被捕 呼吁支持者抗议示威 至于检察官办公室至今都没有做出回应 争议不断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因为涉嫌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 透过律师向成人骗引薪丹尼尔斯 支付13万美元或大约58万令吉的封口费 再次成为调查单位的彻查对象 尽管失口否认和这名成人骗女演员有染 更将这一切归咎于民主党的政治迫害 不过这名共和党人星期六在个人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预示自己将在星期二被捕的消息 文中强调这项消息是来自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非法泄密所表明 但里头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也没有列明可能会面对的指控 面对特朗普的这项大爆料 负责调查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始终没有对外发表任何声明 布拉格这时候的按兵不动 无疑为案件留下了更多悬念 包括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多政治人物惹上官司 除了自行大爆料 特朗普也因为在贴文中呼吁支持者上街抗议 引起全美国的高度关注 就在部分支持者替他声援大喊不公的当儿 也有一些支持者无法苟同特朗普的抗议议词 表明国家不能再重演两年前的国会大厦骚动事件 把坡主义jaw出的 我希望他们的对立场 有空间的弱图 也希望有这样的邀请 每个人都没有非拿来 而不是分别的 因为就要认为 特朗普的局限制 给了川普特朗普的选择 有没有对의 平均 分析认为这起案件不会是特朗普可能面临的最严厉指控 但如果他就此被起诉 这将是美国史上的第一宗前总统刑事案 特朗普会否受到对付 一切有待检察官的官方声明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